中華電商買了一張上網的電話卡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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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上網的電話卡非常便宜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旁邊櫃台可以買去肯丁的車票 價錢大約300-400台幣 車程三小時 走出機場很快就會找到車站 設計 記得多戴衣服 因為車上的冷氣很冷 當時我們去到肯丁的時候 已經是四點多五點多 到酒店放東西 下到已經是六點左右 所以我們 晚上乾脆在夜市吃東西 第一天算是客氣 就算是客氣 就算是客氣 好啊 蜜魚燒 蜜魚燒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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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我在台北看到的夜市 我覺得這裡是更大 和更多選擇 如果大家都會去夜市 就記得試試拉茶 一包包的 很有趣 很有風味 翌日的早上 真的很無辜 因為我們早上發覺 台幣不夠用 而在肯丁裡 最近的油谷是在恆春 所以我們就要 搭的士 去了恆春的油谷 但第一次我們去的時候 竟然忘了帶護照 所以我們就要去 回頭拿 之後那一段來回 我們就決定自己租一輛電動車 自己開 因為原來我們發覺 一天裡面 如果租全益的話 只需要700元台幣 而且它是無限次可以換電的 即是你不夠電 就可以回到店鋪 換電 他們店鋪的老闆 和老闆娘都非常好人 所以我稍後就會介紹他們的店鋪 然後今天我們的活動 其實就是水上活動 之後我們去完油谷 就直接去南灣吃點東西 那就去玩水上活動 其實你看到今天真的很大浪 因為早上下雨 所以天氣也不是很穩定 而且其實真的挺危險 因為被我錄到 這裡是有人翻了艇 真的很危險 而且建議如果小朋友去的話 就盡量不要玩這些水上電單車 是因為真的很容易會浸傷 你看看 他們看不到 整個電單車就一夜剷過去 那就沒有了 所以真的要注意安全 而且如果怕水的朋友 就最好不要搞這些水上活動 玩水上活動之前 都需要穿救生衣 還有戴頭肚去保護自己 所以我玩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水上電單車 第二件事 就是這種 拉著繩子 拉著你走的 類似大力水手的朋友 但實際的名字我並不太記得了 可是其實這段片錄一下已經不能錄到 因為真的很有力氣 那螢幕已經歪了 而且整件事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之後是我的叫聲 和我父母的叫聲 哇! 第二樣子就是這個坐著 但又是盯著的遊戲 也很害怕 又是錄到一群尖叫的聲音 而且真的嚇死了 啊啊啊啊啊 Applause 啊啊啊啊啊啊 當你玩完這麽多水上活動後 就會有教練駕駛水上電單車 combustible 拿起零了 最後我的身體是拆損了和瘀了 我們現在就要去玩車了 玩車這個就是我們的熊貓車 我們今天就是騎著這輛車到處去的 我們現在就先玩回車 然後我們交交麻麻也差不多六點了 又是時候出動去吃夜市 我們第一間吃的就是這間海產的店 它的珊瑚真的超好吃 我們總共訂了四次 所以真的超好吃 要一份嗎? 這間是炊椒就可以演的 這個小麻薯春捲冰淇淋 就是這樣 裡面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先點一塊 焖子餅 蘑菇冰 好吃 好好吃 第三天早上我們就去了酒店 旁邊一間餐廳吃了一個很好吃的早餐 這個蛋真的無敵 超好吃 翌日的天氣也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到處看看 我們就沿著這個墾丁整個海邊 駕著這個電單車 逐個逐個逐個景點去玩 買了一個椰青 椰青 這個椰青 很貴啊 這個椰青 50元港幣 不過隨便吧 好喝嗎? 好喝嗎? 椰青 椰青 一拍車最快速就會看到這間餐廳 我不知道鵝什麼地 我不會知道 鵝什麼 鵝什麼? 鵝什麼? 鵝鵝 鵝鵝鵝鵝 公園 然後進去這裡應該要買票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公園 今天還好看 今天好看不太曬 我們就走上這個燈塔 大家都... 行了很久 想看很久的燈塔 是游泳的 可以游泳嗎? 還可以游泳嗎? 現在買了一個雞蛋冰 牛奶味 牛奶味 我這個是養樂多味 這隻多味 這隻牛奶 拍照這個人的食相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去了哪裏 我們現在究竟去了哪裏 我們看到有人拍車 我們就來 所以我們就跟著人下車 然後走出去 河海那裏 現在到了 這就是藍 這個墾丁 不是台灣墜蘭 就是有個大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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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到高雄 然後就順便試買高雄的夜市 還有到處逛逛買東西 我們現在check in完 就去逛六合夜市 你再說一次夜市怎麼說 六合夜市 普通話 六合夜市 每個人都不知道是說什麼 我們兩個都曬霜了 所以我們要曬霜得很厲害 我背部也是曬霜了 明明我們已經狂補這個防曬 但也是曬霜的 六合夜市 這條這麼光的街就是六合夜市 之後我們吃到差不多 就突然下起龐駝大雨 所以之後也沒有用相機再錄 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錄不到我們吃了什麼 不過總括來說 六合夜市也算是一個比較大逆的夜市 所以吃的東西也算是幾多 如果你們去高雄的話 都可以不妨去六合夜市看看 今天玩了整天 然後我看看希望這個東西可以做 我和我爸都曬得很紅 是很痛 然後剛剛在Watson市 就給我找這個 超好用的睫毛打底箱 是增長的 真的超好用 SEVEN也買了一瓶 超好喝的奶茶 真的超好喝的奶茶 是我 來台灣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喝的東西 讓我敷了給大家看 這瓶 這瓶超好喝的奶茶 然後我現在就Facetime with O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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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關不關我嗎 蛤 關我嗎 Hello Olive 那麼疑惑 可以嗎 這個樣子 哈哈哈 我都想念你 我都 Hello Ol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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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這一大早 我們就去了高雄美術館 走回 來這裡是不用買 是不用買Fade 所以就這樣進來 你現在進去吧 看完博物館之後 我們就去了這間叫做浦浦的風的一間好像森林的餐廳 就吃了一餐下午 主要這間餐廳就是吃火鍋為主 那差不多港幣100元就可以吃到整個餐了 我現在就在這個江南帶批發 那我就上去美妝部那裡 那整層都是買那些護膚啊化妝啊那些東西的 這位呢 超多這些Mask那些東西買 然後很多這些Mask呢 都買了送日 超便宜啊 299元 有兩盒這些 然後是超便宜啊 那如果你們經過這個光纜大批發呢 就記住看這間餐廳啦 因為真的超便宜超便宜 然後呢我現在是很努力地在選擇Mask 然後試一下有什麼Mask好用呢 那我稍後就拍片 再拍 告訴大家哪些Mask好用啦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台灣的捷運站 美麗島 然後我們現在就準備搭車去這個中央公園 我們現在就去買票 中央公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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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容易的 就是按個站 然後就按幾個位置 然後就進去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 嗯 中央公園站 好了 就是這個 新屈江商圈 就是2號出口出 哈哈 哈哈 然後我們現在就完全是跟著那些人走 我們完全是不會走的 然後呢我們就進了這條內街 然後呢就有很多東西吃 同一個店 當然有點逼的了 不過都挺好的 可以逛一下 一些東西吃 買到東西喝 我們現在要買幾十八支這個東西 帶回香港人 真的超好喝 對啊 這個我昨天錄了 昨天錄了 你什麼 10支 10支 只有這支嗎 10支一個禮拜都喝完 開玩笑而已 你可以試試其他的 但其他的咖啡我不喝咖啡 2、3、4、5、6支會做 我們要喝點醇殼 你喜歡吧 這是什麼 這個 中魚 辣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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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歡喝其他 什麼都買完了 好正 好味 好正 好味 好喝 清了 有10支 10支 10支 好耶 拜拜 拜拜 剛剛抽獎了 然後呢 抽中了 又是300元給了207元 超好咯 你沒想不到7支也有這些 夜環的 拜拜 好開心啊 我們現在就進了機場 出了景 但是呢 我們這架飛機呢 就延遲了10個鐘 就有陣子還沒回到香港 所以現在唯有吃點東西 坐下吧 真可憐 真可憐 好嗎 真可憐 最好 有很多 你也會做到 最好的 就是 你不用掉了 我沒有看到 你不怕 你不會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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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